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往上拉的话 它的力跟力矩的变化会是什么 我们先讲第一题 题目是 右图为一均匀重球以细线调起 线的上端钉在牵直墙壁的O点 墙壁和重球之间无摩擦力 而球呈尽力平衡状态 线的张力为F 球和墙壁间的作用力为N 若将细线的长度增为两倍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F会增大 B.N会增大 C.F对O点的力矩会增大 Z.F.N对O点的力矩不会改变 E.球所受的重力对O点的力矩会变大 好同学我们先把一些关键字圈一下 首先呢今天墙壁跟重球之间没有摩擦力 所以这个墙壁跟重球它应该是光滑的 只有正向力 所以它这边有说球跟墙壁之间的作用力N 其实这个作用力就是正向力 那再来呢就是达成尽力平衡 说要满足合力为0合力矩为0 好那它今天的题目 它说细线的长度变成两倍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好来同学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首先呢我们先从 因为它会满足尽力平衡这件事情着手起 所以会有合力为0或合力矩为0的状态 那我们现在先试着画一下它的力图 首先这颗球呢一定有向下的重力 然后墙面给我们的球的正向力 那这个正向力会跟墙面垂直 还有就是绳子细线拉的作用力F 它是用F 线的张力叫做F 好它这三者力呢 让它可以满足合力为0 那因为同学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今天这是一个有直角 力跟力之间有直角 所以其实你可以用直角三角形来看 你也可以拆成XY方向来看 我们假设说这条细线跟千直线是夹θ角的话 那从合力为0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 如果我现在拆成XY两个方向来讨论 然后我们可以分解F的大小 我可以把F分解成千直向上 跟向左边水平方向 这个是θ角 所以同学 X的部分我可以得到N等于Fsinθ Y的部分可以得到W等于Fcosθ 好 那如果说我现在啊 题目的要求是细线变成原来的两倍 就是L变大了 那如果L变大了代表什么意思 L就是这条细线 那就代表说我现在新的细线 假设叫L' 它是不是就更长 L'是2L嘛 变得比原本来的长 所以呢 这一个角度θ角呢 它事实上会变小 理论上来说 这个点啊应该要画在O点 然后整个往下掉 但因为我们等一下要一起讨论 所以我还就是不动了 就是同学可以大概看一下 好 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你今天长度变长的时候 你的角度会变小 那你的角度会变小呢 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Sinθ呢会变小 Cosinθ呢会变大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这些例的变化情况嘛 首先第一个 W是固定的值 cosin变大 你从这里就可以得到一件事 就是F呢一定要变小 这样子的话相乘之后才会是定值 好 那如果F变小的话 因为上面的方程式有使用到F 所以我们往上带 然后我知道一件事Sinθ变小 然后这里又知道了F变小 那我从这里就可以得到 我的N是变小的 好 所以我手边我知道 我正向力会变小 然后我的绳子的拉力会变小 那再来呢 就是他还要问说 那力矩的变化情况呢 所以说我们现在来带入和力矩为0 它是针对于O点 所以我们的支点呢 划在这里 好 那同学可以从这里发现 我们的拉力F呢 它会过支点 所以它不会有任何的力矩 会造成力矩的呢 会是我们的重力 它有一个顺时针力矩 正向力会有一个逆时针力矩 这两个力矩会互相抵消 那我们的力矩是哪一段呢 我们的力矩就是这一段 这个是重力的力矩 然后呢 正向力的力矩在这里 这个是正向力的力矩 要跟力比此垂直 要跟力比此垂直 好 W是Lsin 所以我可以得到W乘上Lsinθ 然后呢 正向力的力矩呢 是N乘上L的cosθ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W乘上L的力矩 那同学我们从这里呢 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神长会有变化 所以我们现在用L去判断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L是变大的 那L变大的情况 等我一下哦 L变大 然后呢 Sinθ变小 W固定不动 这样看是会判断不出他的大小关系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L变大 然后cosθ变大 咦 这两个变大了 好 那同学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其实RW Lsinθ这一段是什么 这段就是这个圆的半径啊 所以你今天呢 你就算长度变长 你这个半径Lsin还是固定的值啊 L'的sinθ'会等于Lsin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叫做R 它是个定值 它是一个定值 那我们从这里呢就可以知道 所以其实 其实我们的重力 它的力矩是不变的 因为R跟W都是固定的嘛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变的 那这个东西不变代表 正向力的力矩不会改变 所以他们都不变 他们都不变 好 然后再来呢 Lcos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L跟cos两个都是变大嘛 所以其实呢 N会怎么样 N会变小 N会变小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吗 Lcos也是这一段 它一定变大啊 所以说呢 N会变小 N会变小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答案 首先呢 A选项它说 F会增大 F会增大是错的 F是变小的 再来B选项 N会增大 N是变小的 所以也是错 再来C选项 F对O的力矩会增大 F对O没有力矩 TALF等于0 不变 好 不变 所以增大是错的 N对O的力矩不会改变 TALN跟TALW一样大 都是不变的 所以对 然后E选项 球所受的重力对O的力矩会变大 那就是TALW 那就跟刚刚那个一样 TALW是不变的 所以E选项是错的 因此我们这一题的答案呢 会是猪 可以是猪 好 那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题的部分 第二题的部分 他说如右图 以水平力F将木棒AB缓慢拉起 A维转轴 在拉起的过程中 若木棒随时保持平衡状态 则F会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 F对A点产生的力矩变化会越来越大 还是越来越小 来同学他随时保持平衡状态 也就是说他随时满足尽力平衡 合力为0 合力举为0 好尽力平衡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变化情况 那因为呢 可以看得出来 A是我们的转轴嘛 所以我们其实从合力举为0 就可以看到这一题了 假如我今天把A视为支点的话 那我们木棒的重力W在这里 好然后呢 还有就是F 他也会有一个力 是往左边拉 那W呢会产生一个逆时针的力矩 F会产生一个顺时针力矩 这两个力矩呢他们彼此会抵消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力弊的变化情况 把它往下拉 首先呢这一段距离呢是重力的力弊 然后这一段距离呢 这一段距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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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RF 好是我们拉力F的利弊 好那我们从合力为0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 那就是 Tauw要等于Tauf 那如果我今天假设 木棒的长度是L的话 那这一段就是2分之L 假设它跟牵直线夹θ角的话 那我们这里可以得到 就是w乘上2分之L的sinθ 会等于F乘上L的cosθ 这样就是合力举为0的情况 那我今天如果把它往上拉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θ角变大的话我们知道 sinθ会变大cosθ会变小 所以从这里的关系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木棒长度是固定的 当你的sinθ变大cosθ变小 然后w又是个定值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什么 你可以得到我们的 w的力矩是会变大的 好 w力矩会变大 那因为w力矩会跟f的力矩一样 所以f的力矩也是变大 那如果f的力矩变大 那Lcos cos是变小 从这里就可以得到 f应该是要变大 f是要变大的 好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什么呢 就是f的变化会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 答案是越来越大 然后f对a点产生的力矩变化呢 会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 答案也是越来越大 好所以这题都是越来越大 那另外就是如果你这一题啊不想带公式的话 你可不可以用图解 当然也可以 同学我们把它往上拉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用另外一个颜色 我们的重力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w 然后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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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如果往上拉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发生 重力 的 力弊变长 而我们 拉力 的 力弊变短 w乘上rw会等于f乘上rf 好往上拉的过程呢 我们的rf是变小 rw是变大 从这里同学就可以直接得到 f是变 大 然后 Tauw 等于 Tauf 这些东西 都是变大 好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看图就直接解出我们的答案 好 这两题就到这边结束 后来 2 3 4 9 10 9 9 9